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是谁 我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答案 但是2010年 全球100名顶级钢琴家的票选结果 是他 他写的曲子是朗朗逆天表情包的灵感源泉 也是无数钢琴学子挥之不去的噩梦 他一身彪悍 财富两次化为乌有 却两次都东山再起 他一辈子干啥啥都行 只要他干的 别人基本没机会 他还曾经被视为俄罗斯的叛徒 但他死后 普京却亲自下令要把他的遗体接回 他就是音乐史上 那个独一无二的男人 Lachmanus 你或许并不认识他 也并不听古典音乐 但是你大概率听过他的曲子 美国著名名谣歌曲 All by myself 就是向他的致敬 拉赫玛诺夫出生在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 从小住在大庄园里 在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家多有钱的时候 家庭的巨大变故就过早的发生了 由于父亲过于激进的金融投资 他们家失去了所有家产 在拉赫玛诺夫9岁那年 他不得不从庄园搬出 搬进了一间公寓里 但家庭的厄运并没有就此终结 随后几年 妹妹和姐姐先后一命去世 父亲也抛弃了这个家 年幼的拉赫玛诺夫早早的进入了音乐学院 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想过要做钢琴家 他一心想的是成为作曲家 他19岁那年在音乐学院的毕业作品 就获得了精致奖章 同年创作的其他作品也大获成功 人生的发展进程和他梦想的一样 然而一次意外几乎葬送了他的作曲生涯 那是他第一交响曲的首演 两年来他一直期待着这一时刻 结果首演当天指挥喝醉了 整个作品被演得不知所云 对作品铺垫盖地的批评声随之而来 拉赫玛诺夫伤心到一度无法在创作 但是当时他经济上并不宽裕 为了生气他只能接受别人的邀请 开始做一名指挥 这就是拉赫玛诺夫 为什么还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家的原因 然而与此同时 首演失败给他带来的创伤并没有消散 加上年少时亲人的抛弃和离世 拉赫玛诺夫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时的脑子和四肢全部瘫痪了 这是一段长达数年的黑暗时光 最后是一个催眠师拯救了他 当他终于从抑郁症的泥潭爬出来的时候 他创作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拉二 拉二首演那天 他亲自担任钢琴演奏 久违的鲜花和掌声终于扑面而来 一百多年后 拉二的魅力仍然经久不衰 从1945年的电影《相见恨晚》 1955年的《七年之痒》 再到后来的日剧音剧里 处处都可以听到拉二的旋律 经历了家道中落 亲人的离去和事业的巨大起伏 拉赫玛诺夫终于重振起骨 这一年他才只有28岁 后来的拉赫玛诺夫又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逐步成为了俄国举足轻重的作剧家 然而和那个时代所有俄国艺术家一样 他无法避免的是国家的动荡 从1914年开始 俄国发生了战争 战争期间 他收到了来自北欧的演出邀请 他挣扎了很久后决定流亡 他带着家人来到了俄国的边境线 乘坐雪橇穿越了芬兰 一代古典大师从此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走后他的祖宅庄园和所有财场被全部充公 所有作品的版权归国家所有 那个时候他没有失去的似乎只有他的才华了 就如同小时候父亲投资失败时一样 他第二次尝到要重启人生的滋味 经历了这些 一心想要做伟大作曲家的拉赫玛诺夫 哪里还能坐在家里专心搞创作 为了养家糊口 已经44岁的拉赫玛诺夫只能再次转型 这一次他不当指挥了 他选择了做一位钢琴演奏家 那个时候其实他会的曲目很少 他只能拼命的经济技巧 熟悉新的曲目 你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被后世票选为最伟大的钢琴家的男人 是从自己40多岁才开始职业演奏的 起初在北欧寒冷的日子里 拉赫玛诺夫声无分文 每天在灶台上考热双手 然后再出去弹琴谋声 后来从美国来了更多的演出邀请 拉赫玛诺夫借钱上路 从此就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虽然弹钢琴大部分原因是为了生计 然而拉赫玛诺夫天生就是弹琴的 他身材高大 拥有奇大无比的手 能够轻松演奏各种高难度的作品 他很快就在美国闯出名堂 演出要约分支踏来 高峰期的时候 他曾经5个月演出70多场 赚钱后他在美国自建了一栋房子 看到这栋房子的模样 人们突然明白 原来这位终于在美国站稳脚跟的钢琴家 内心深处念念不忘的 其实一直是自己的祖国 因为他建的房子和莫斯科的老宅一模一样 而且在美国他仍然过着俄罗斯的传统生活 连家里的仆人都是俄罗斯的 他还经常给留在国内的堂兄弟祭钱 他的女儿成人后 他为女儿们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 出版的作品也是来自俄罗斯的书籍和音乐 当美国后的他创作几乎停滞 长达近十年的时间 一度没有写出任何音乐 用他自己的话说 离开俄罗斯后 我失去了作曲的欲望 失去了祖国 我便失去了自我 实际上俄罗斯一直是拉克马诺夫的创作源泉 除了拉二拉三之外 我比较喜欢的一部作品 还有他的终身 这部作品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俄罗斯 正如他自己所说 在我所熟悉的俄罗斯的所有城市里 都回荡着教堂的终身 他们陪伴着每一个俄罗斯人 从童年直至死亡 而终身是他本人最喜爱的一部作品 哪怕移民到了美国 在他后来的作品里 仍然能够轻松找到俄罗斯的影子 比如他的第三交响曲 这部在美国创作的作品 采用了俄罗斯民间风格的旋律 被认为最具有俄罗斯风格 在拉克马诺夫的内心深处 俄罗斯从来没有远离 1941年 卫国战争爆发 他甚至直接向前苏联捐款 用来制造战斗机 还呼吁海外的俄国人 都要团结起来 抵抗法西斯 即便是在美国多年 他都一直没有加入美国机 相反 他去过前苏联大使馆 希望能够允许他早日回国 但没有得到回应 一直到自己身患癌症 他才加入了美国机 1943年 拉克马诺夫在美国去世 下年70岁 即便是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天 已经多次失去知觉 他仍然让妻子 为他赌苏联前线的报道 当得知斯大林格勒胜利后 他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低声说了一句 感谢上帝 可惜的是 这个后半生都在思念故乡的男人 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们之前讲霍洛维茨的时候曾经提到 霍洛维茨多次说过再也不要回去 但是在晚年仍然得到机会重回俄罗斯演出 然而拉克马诺夫半生都在心心念念 却再也没能回去 讲到这里 视频开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 前苏联动荡多年 很多的艺术家流往海外 为什么普京偏要接回拉克马诺夫的遗体 甚至想要买下他生前的别墅 我终于明白 那是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是俄罗斯大街小巷的终身 是一个被迫离开祖国的浪子对家乡的思念 那是因为在他生命的所有时刻 他总是斩钉截铁的对别人说 我的祖国决定了我的气质 我是一名俄罗斯作曲家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